有一天我记得我在家里带小孩 我老公就是去工作这样 然后突然接到我婆婆的电话 她说 欣雅 欣雅 你在干嘛这样 我说 在家顾小孩啊 怎么了吗 没事 你准备一下 我想说 准备什么 要干嘛 先去化个妆什么的这样 然后我想说 要干嘛这样 后来没多久 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 她就打给我说 你们到底要干嘛 我妈叫我赶快回家顾小孩 就是我婆婆要叫我陪她出去 就是参加一些局 你被翻牌了 你要出去了 她回家顾小孩 所以反而是 她会叫她儿子回来顾小孩 我刚吃完没多久的时候 那时候就变很胖 然后我记得我小孩就会 开玩笑 就在那边说什么 妈妈是胖胖公主 那个Mario里面那个胖胖公主 然后我就觉得好气又好笑 有一次我就打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然后就想要讨拍 我其实只是想要听到大家说 不会啊 你OK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 结果没想到 因为我婆婆很时髦 她也有用Instagram 她就私讯我 她就跟我说宝贝啊 亲爱的那个媳妇啊 其实呢 你一点都不胖 你只是屁股大了一点 像有一次就是有发型师 他就在节目上讲说 有一个人哦 他是惯性持到大王 甚至持到道都影响节目播出 那后来啊 再加上一些剪接 就变成说 是一个特别是长头发的 有刘海的 有刘海 然后什么什么的 我读过新闻的 对 然后就只差没想是刘寒族三个字 但是网友办案就会觉得是我 然后我当下觉得被拖到这个脏水之后 我是很生气的 我本来想要立刻就在我们的所有工作 工作群组里 直接tag那个人说 黄欣怡 乱绝利 黄欣怡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我为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呢 我就是想要把这个炸锅 让大家知道 我们要你这样子 在公然说我的事情 我一定要当众否认啊 结果我那时候的好朋友 就是一起工作的好朋友就跟我说 韩族你冷静先不要冲动 你先私下解决 你不要在群组里这样子 特别去tag人家 这样跟人家 就把他杠起来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找那个发型师说 那那时候就是远距离的男朋友 我觉得到交往的第三年的时候 我发现我开始电话找不到人 怪怪的 然后打电话不接找不到人 又很易怒 没耐心 很奇怪 我那时候想说 可能是因为远距离的关系吧 所以我就搬回来台湾 就是跟他住在一起 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男朋友 是做科技业的 然后他会有很多只手机啊 我也不觉得奇怪 有一天就是拿起来 把手机开机打开来看 看到了很多奇怪的讯息 那这时候他看到我在看手机 直接把我抢过来 一秒抢过来 直接往十楼床外丢出去 那个晚上 我一整个晚上睡不着 我到凌晨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 捏手捏脚地开门 然后去 就是去草丛这样 地毯式搜索那支手机 哪个牌子啊 然后那支手机真的是 要低估女人的意志力 一目都碎掉了 但是还让我打开了